歡迎好朋友來到 《古海大丈夫》 為您邀請到永成國際偷股 陳建成分析師 沈尚老師好 沈尼好 眾志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古海大丈夫》的同學們 大家好 老師先借我一分鐘 請大家一定要記得 分享我們的LINE的群組 還有我們的《古海大丈夫》的YT頻道 因為老師我們在上個禮拜五 其實您在YT一共消音了四段 然後在消音當中 其實講到的是塵蓋骨 然後我們在週末 其實有跟大家有一個小小互動 就是只要你分享我們的YT 分享我們的LINE的群組 那我們就會將其中的一檔消音股 跟大家做分享 對 今天這檔消音股 如果你有把我們的 把我們的頻道 還有我們的LINE 分享出去對不對 你都得動了 如果你有拿到這檔消音股 你今天就賺到了 恭喜 開牌哪一檔 直接開牌 答案就在 對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今天這個 這個家經漢磊一下就噴漲停 對 第三代半導體 但畫家 家經也是我們那個什麼 老陳蓋郎 不是 我們有一個班手上有家經 是 第三代半導體 家經漢磊 今天是 母子檔雙雙亮燈漲停辦了 來 同心電 直接開牌 對 直接開牌 其實我剛剛 我們的標就說 直接講拉 因為今天漢磊跟家經 一開牌沒多久就拉漲停 是因為 今天有這個消息 有新聞出來了 漢磊打進 回答AIA鏈 各位 真假你都不知道 你就知道報紙這樣一寫 你就 利多非十滿漲 你怎麼知道這不是主力 在這兩天想說 現在電子股裡面大概就是 家經跟漢磊都 還沒漲到 沒什麼漲 籌碼很穩定對不對 然後利用這個時候 放個力多 消息給你放下 大家很容易健忘 你記不記得 上上禮拜 我讓你做國劇的時候 有沒有 我跟你講國劇 集團作帳對不對 可是國劇我是在上個月 三月九號 八號 九號 九號 十號的分享會 我告訴你集團作帳 是 好 結果 主力要拉國劇他放什麼新聞 國劇打進 輝達 GBS200供應鏈對不對 是沒錯的 一天就沒了 一天兩天 就放個利多新聞 大家衝進去 為什麼今天 這兩天 利空為什麼不持續在講說 國劇打進輝達 GBS200供應鏈 為什麼 或者是前兩天為什麼不發這個新聞 幹嘛不天天寫 沒天天寫 然後國劇就從多少 630 就掉回 今天剩500 我們那時候 我們是在節目在講說 2327 對不對 國劇 他要去追環球精的 環球精就先到630了 然後換誰 國劇就追下來 換國劇有沒有 然後今天的國劇 有啦今天有稍微談一下 但是你看就那天放完新聞之後 有沒有 你要不要去對照一下 新聞什麼時候出來的 我告訴你新聞出來都是怎麼樣 人家買在前面 人家是誰 大人 人家就是要坑 坑殺這些賞戶 要割韭菜的主力 人家一定是買在前面 然後記者一寫 新聞一放 必多一出 股價見高 然後就下去 630一下就到多少 580 對 有沒有 這樣的循環其實一直發生 所以老師常說 不要看報紙消息做股票 不要看到 你講完 沒事 然後 你看 今天大家看到消息 就想管他3721 反正現在只要跟 揮達扯上關係的追就對了 對不對 追就對了 那你不擔心明天一開高就下來 你又想要只賺 你又想要只賺 反正追到漲停 中間有幾塊 有沒有 明天一開高手腳夠快 那萬一沒開高呢 那不就是在賭運氣嗎 我常講 我說你的股票操作 如果你就是在賭運氣 你一下賺這一支 一下又像昨天 跌500點 又跑去停損別支 今天很多股票都反彈對不對 今天大漲300多點 今天很多股票反彈 我昨天的節目如果你還記的話 昨天我是不是還告訴你 老師 見列欣喜啊 36G以一代勞 以一代勞就是不要動來動去的 不要亂動 有沒有 趁火打劫啊 對不對 那你也不至於亂砍嘛 對 所以如果昨天你去砍股票的人 你發現今天股票都漲上來了 比你砍的價格還低 我告訴你 你自己去罰站 那如果是別的分析師 帶你這樣子追高殺低的 那你可以把那個分析師給封鎖了 我說真的 我說這種事情 從我去年一月然後中式到現在 一直不斷的發聲 我也不斷的苦口婆心的 在告訴你你就是不相信 那停損完幹嘛 今天你要再追回來是嗎 那不就講嗎 我說追的是自己的股票 砍的是別人的鈔票 我還在告訴你說 輸這個字要怎麼寫 輸贏的輸怎麼寫 有沒有 老師其實都講在前頭的 那既然我說對不對 以義代勞 我之前都一個對不對 我竟然可以加乘火打劫 以義代勞就不要動 如果你還有資金的話 就可以乘火打劫了 你看今天這檔同性電 是不是完全符合我講的 以義代勞 賣當 今天收盤多少 151.5對不對 對 151.5 盤中最高152.5 6271同性電 上週五的消音股 我這三字我有跟你拿假的嗎 你這段時間你就算是追在這 你追在這 對不對 你有做這些檔股票的 你不會虧到 是啊 你看我節目 開牌了 你去追這邊的人 或者你追這邊的人 如果你是跟著我操作 所以我就跟你講 你不要去省那個會費 我說為什麼 你去追這邊 對不對 你的成本都要比我們高 你比我們多花的那個成本 你不是可以來跟著我做嗎 好那跟著我做 這些股票我一定都帶你怎麼樣 百分百怎麼樣 獲利 我都是讓你獲利下車 我沒有讓你在任賠往下砍的 有沒有 那你昨天去砍這邊的人 你去砍142 今天到152 昨天一定有人砍 不然為什麼昨天收盤價 會是142 對不對 一買一賣一成這樣 昨天收益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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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在最低 結果今天到152 對不對 一來一回差10塊 我跟你講 如果說我之前都沒跟你講過同心店 我今天突然拿出來講 那你又 你絕對可以合理懷疑 老師你又是怎樣 今天掌這次就說哪一次 同心店你們都知道 是我陳蓋股的標配 老陳蓋 我們的標配 對 我們做這檔股票 我們的勝率也是100分 沒有分析師敢跟他講說 他做某檔股票勝率是100 但是我們很多檔股票 我們都是勝率100 可以很霸氣的說 對不對 真的 你看你在砍 你在砍我們在幹嘛 趁火打劫 趁火打劫 清貸的 手上有資金的 你看到這邊寫 隨便做也扣K 同心店 有沒有 142買5 今天最高152 收也收151 我們清貸的 很多人清貸都是 假裝清貸其實都助理在帶你 不是老分析師自己 發也是分析師 特助或者是助理 特助再去發清貸 你如果是特助發 發給你叫你買賣 那不叫清貸 那就跟發口訊一樣 那你幹嘛還要花貴貴的錢 去參加清貸 去參加清貸 清貸就是要本人 分析師本人 好嗎 我們的清貸都可以站出來做見證 是不是都是本孫 這是我自己發出去的 對 真的 我們每一位清貸 他發出去給你 你買了你要回報 所以不太忙的他就要回報 對不對 今天同心店買進142 5張 我跟他講142 他就142 一定買得到 乖乖買 為什麼一定買得到 因為昨天壽义失憶 就飄不了人 是 有沒有 那你再看一下我的Line 這邊是不是寫個今天 今天在下面 代表上面的是昨天 昨天的 沒錯 有沒有 一張一萬 你眼睛夠尖你再往下看 他台積電多少 649張 有的人會講這邊 他就 眼睛就睜很大 他就看上下左右 看他還有什麼 對 常常會看到漏網之魚 640台積電9張 後面還掛號唇骨 還在唇骨 這是我們清貸可愛的 可愛的清貸 好 所以你看這邊就 對 可是呢 童新天我怎麼講的 我在上禮拜 上週五 上週五 對 上週五 然後講智慧座場的時候 我們的YT 我們講一講之後 因為 我們沒有另外開一個 YT會員版 所以我講一講之後 我會在中間 我會跟導播講說 導播消音 我們中資沒辦法 因為中資都現場 我沒罵消音 對 所以 YT 我會消音 然後消音呢 就會講各個 會員 我們消音的 我們就會另外再傳給會員說 我在這中間 我消音 我到底講了什麼 為什麼要消音 消音當然就是讓 會員 有付費跟沒付費的差別 對 可是我最近我就跟你講說 如果你來分享我的 你把它截圖下來 你有把我節目 對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有在做股票的朋友 對 親王好有分享 節目亂看 股票亂砍 對不對 錢一直虧一直虧 你覺得我穩中球 很符合怎麼樣 既沒時間看盤 一天到晚怎麼樣 出國旅遊 或者去找人家下圍棋 或者去爬山 完全不想盯盤 然後又要擁有怎麼樣 把台胚股市當做你的 旅遊提款機 有沒有 那你就來找我 對 是的 然後分享我們的節目 優質的節目 分享我們的頻道 我上禮拜 還有LINE 我上禮拜我去上海 我去了華為的旗艦店 華為旗艦店不是只賣手機 不是賣它的華為電腦 它裡面放了四五台 華為的電動車 它開發的車子 我就進去看了一下 於是我回來 我就跟我會員講 我們過去呢 我們一直看好的股票 有拿幾檔 導播幫我重播 消音 好 哪一支 做鏡頭的 感測元件嗎 你知道為什麼大力光 它不是去買了先進光 對 本來要告先進光 到現在乾脆合作 你看先進光這幾年的股價 是不是這樣飄飄飄飄 但是我們沒有做先進光 其實車用的鏡頭最多的是 啞光是第一檔 可是我們有一檔股票是 國劇集團的同心店 同心店它有一塊業務 就是它在做車用鏡頭的封裝 我們是做上游 車用鏡頭的封裝 所以你去做這檔同心店 一定不會虧到錢 我們從去年到現在 這檔同心店我們做幾次了 對 所以國劇集團也是我們的提款機 是 同心店你只要不要追高 就算你真的去追高了 下來你的 你還有資金去低階 照我們的操作節奏做 每年也都是提款 對啊 三月才做了一趟 三月不是140幾 就是到150幾 那也10塊 是的 我說你不用去貪掉股票 天天一直漲一直漲 你有沒有想過 你只要穩穩的10塊10塊 你累積起來 它就是一筆錢 對 你可以從一張做它 有一天累積到變成做兩張 做兩張的時候 你就會更快了 一張差價讓你慢慢 10塊10塊做 你要做十幾次 你會賺到一張 可是當你變成兩張的時候 速度就快了 你只要做五次 你就可以賺到一張了 對 當你變成三張的時候 三次 你做三次 你就可以再賺到一張了 對 所以我講的38倍 就是這樣起來的 不要把錢拿出去花掉 我說真的 好 好好就好幾年 就收到股票 持續持續做 你就會跟我一樣 過上好日子 財富自由的日子 好 所以我小燕就先跟你講這一段 明白 好 知道 知道哪一檔了 還沒消完 還沒繼續 那我為什麼說同行件事 就是你去看現在車子裡面 原本車子是只有後面 現在前面 然後現在為了要偵測全車環境對不對 我那天我特別去拍 我把那華為的整台車子 我跟你講 前面 旁邊 旁邊我告訴你 那個後照鏡上面還不是一顆 兩顆 那車尾 所以它要全車環境 然後現在我剛剛不是講說 在裡面要去偵測人 那在裡面偵測人有沒有 也要有一顆來照人 對不對 所以現在車裡面到處都是 鏡頭 懂 所以做鏡頭的 很多家在競爭 但是鏡頭上游要封裝 這就是我為什麼選同行件的原因 明白 我可以幫你這家裝 我也可以幫你那家封 對不對 因為封的沒幾家 可是做鏡頭有好幾家 懂 這樣你懂了嗎 明白了 回來 好精采喔 講得非常的完整 來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會員效應的部分 很精采 跟你在中市 你會聽到的 差距很大 非常的具細迷移 非常的仔細 我把我選一檔股票的理由 我還教你說 你怎麼可以從一張變兩張變三張 有沒有 我還教各位 五年三十八倍 是怎麼來的 第四個 我還告訴你說 你在股市裡面的目的 是要賺到錢 你到股市的目的 是你的一桶金 要越來越多 對不對 你到股市的目的 是希望你的 這一個一百萬變兩百 兩百變三百 三百變四百 四百變八百 請問 我剛剛講那麼多 我有告訴你說 你在股市 你要賺到錢 你就一定非要有AI不可嗎 沒有 你就一定非要有軍工股嗎 你就一定要有軸承嗎 折疊手機嗎 沒有 你就一定非要有什麼樣 灰達伺服器 重電股嗎 沒有 所以很多人你都沒有搞懂 不是現在人家在熱什麼 你就非要有什麼 你才賺得到錢 如果投資人 你這麼簡單 現在大家人人在買什麼 你就去買什麼 你就一定會賺到錢的話 那我就要反過來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 2022年 大家在封航運的時候 對不對 人人家家都要有貨櫃三雄的時候 你賺到大錢了嗎 你有沒有賺到最後又被綁住了 又被套住了 反而虧一大筆錢呢 每個年代 每個年代都有每個年代在熱的題材 但是在熱那些題材的時候 你就非要有那些題材 你才能夠在股市賺到錢嗎 那你錯了嗎 不是嗎 有人什麼都不做 就做營建股 他也可以從營建股賺到錢嗎 我沒講錯嗎 所以 我們進廣告前 我再跟位強調一次 富貴穩中求 在大漲的時候 你股票隨便亂追 你都可以賺 你都覺得穩不重要 對不對 可是如果富貴險中求 跟富貴穩中求 一樣都可以讓你賺到錢的話 你為什麼偏偏要去選險中求 你可以安穩的賺 特別像現在這樣子 大漲大跌的時候 怎麼樣穩中求勝 你看到現在那種什麼 重電還是什麼的 每天一下大漲一下大跌 你一顆星這樣 你要駕馭得了 如果你駕馭不了 穩中求 那剛剛你看到 我那一天的消音片段對不對 有分享的朋友都拿到了 你在週末你有分享出去 你有拿到我那一檔消音股的 我就恭喜你 你一天都賺到了 我那一天 我消音的不是只有 同心店這一檔 我消音四格 對 還有三格 還有其他三格 還有 如果你想聽 那你YT加進來 第一加 第二分享 我看的都是從產業出發 產業對了 你就不會因為 昨天的五六百點 就跟人家去殺股票 為什麼 產業對了 下去不是殺 是幹嘛 勇敢的往下買 趁火打擊 因為為什麼 有一天他會回來 是啊 這就是 心中有賭定跟沒賭定的差別 沒錯 那這就會影響你的操作 有沒有 追的是別人的股票 砍的是自己的操票 我們先進廣告 三個動作 第一先加LINE訂閱 第二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分享我們的LINE 分享我們的YT 第三截圖回傳 您就可以來索取我們的 隱藏消音版囉 好 來 我今天的標我說 漢累皆揮答大丹 當話加題材發酵 有沒有 可是我現在不是要跟你講 這兩檔 我告訴你 如果你正好講 第三代半導體的話 我們成概股裡面有兩檔 比它還要 純 還要純 還要油 誰呢 還好 今天有那個 智慧移動展 對 車用電子展 在南港展覽館 我認為我應該是 全中華民國投過分析師 最勤跑 展覽 展覽的 我跟你講 分析師很多人都喜歡 跑電視台做財經名嘴 對不對 不是我 我寧可把時間用在幹嘛 跑產業 跑產業 真的 跑公司 了解 因為你去公司 你才知道說這家公司 未來 現在有什麼新產品 對 它的接單狀況怎麼樣 對不對 你看這張照片 這兩個女士 是電子時報的記者 我跟在她旁邊 這個是呢 某個半導體設計的 IC設計的董事長 這個呢 是 不是這兩家 但是她一樣做第三代半導體 是 公司的Sales Sales幹嘛 Sales就是公司現在接單 他都做 今天這家公司 他有沒有接到 歐美大廠的訂單 這家公司 他現在產品 要打入 這個歐美的大廠的 汽車供應鏈 靠的是 到底 他們的優勢在哪 他會講給我聽 對 這家公司有沒有前景 對不對 未來 明年 後年 它的營收成長會多少 對不對 我問他就知道了 對 所以老師 親自走訪 親自了解 第一手 我如果是用這樣子 我如果是這麼用心 自己走到第一線 幫你去了解 這家公司的未來 對 你覺得我要帶你買的股票 是今天買明天 立刻大漲 還是我讓你怎麼樣 一檔股票你跟我報下去 然後你不用管時間 我也一直跟你講 你想要今天買明天 就漲停板了 你不用來找我 我都老實講 我說檯面上有那種 我說檯面上 一堆分析師拿出來 每天都是漲停板的 對不對 會不會有人 明明就前兩天 都沒跟你講 家境漢磊的 今天一漲停 他就說 來家境漢磊 他有 對不對 甚至連同性店都有 所以我要告訴你說 我親自走訪 我覺得這家公司有競爭力 如果他現在股價 是在絕情孤底的話 未來營收會成長 那假設 半年你給他報起來 他會有30%一倍 你要不要報 當然 你看我都不告訴你說 一個月 現在很多人為了賺你錢 我現在一檔股票 一個月就一倍 我連三個月一倍 我都不好意思講 我都不敢講 但是今天既然我告訴你 我今天去看汽車電子對不對 車電 車電如果你印象夠深的話 我在我上個月分享會 連準會降息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說 如果今年連準會降息 有兩大產業 會怎麼樣 會從谷底破底翻 我說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消費電子 所以你看到我這兩天 我一直跟你講新唐對不對 有沒有 你看今天的新唐還是怎麼樣 尾盤還是跟你再拉一下 有沒有 好 來 第一個是什麼 車電 沒錯 車用 對 你不要去看說 現在人家每個人都在蹭輝達 每個人都在蹭AI 我告訴你 題材會有一天吵完 法蘭的資金發現說 這些股票再也漲不動的時候 如果有一天車電的景氣 從底部開始復速的時候 它標起來 它就會比AI還要來得標 那你選擇做哪一種 你要買低級期的還是高級期的 當然是絕小的 你要在華山之天 還是要在絕情谷底 你自己決定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好 記得要分享 包括我們的YT 包括我們的Light群組 還有街圖 回傳 一起來鎖取小鈴鐺 再次感謝陳生老師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並自負投資人 並自負投資人